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价最多下跌到9毛4分4 9块4分4 然后它的市值前后上市以来增发了大概1000个亿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小米在过去上市的大半年为什么会掉了1000多亿 我觉得是有好几个原因吧 首先小米当初的发行受制于它跟一些P1的对赌协议 它总体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一般来讲做投行它在发行的时候 并不在乎企业家或我们叫雷军吧 他期待和认为自己公司值多少钱 而是投资者认为你这公司值多少钱 那么在发行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很多的指标体现 那么这个指标体现就是导致公司最终定价的一个标准 那么假如没有外力的情况之下 公司会基于市场能接受的程度来做出一个定价 但是呢 恰恰不巧的小米是有大量的P1对赌协议的 那么我曾经当初小米上市的时候 我曾经有机会去看看它的招股书 我发现基本上它现在的发行价就是当年它的最后一轮P1 跟它签的对赌协议不用赔钱的那个价格 你是说它当时上市之前就有一个对赌协议 很多 基本上每一个新IPO的公司 它跟它的P1都有一个对赌协议 然后这个协议就是清一色的 如果你发行价不能够达到多少 那么大股东需要向它进行赔偿 用股份啊用钱啊进行赔偿 那么这是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呢就是导致小米其实它的发行价 是比市场真正能接受的价格要高出一个比例的 那当然市场上有很多的讨论说 小米应该值更多的钱应该值一千亿 你觉得值多少钱 我觉得是应该发行价的一半 所以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的反应市场的所能承受的 因为其实不是说有股票不在于它我们认为值多少钱 而是也许市场是错的 但是市场认为你值多少钱 你的股价就是多少钱 所以这是非常的现实 非常的残酷 所以刚好是因为掉的话 因为是上周10号的时候是解禁期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人在抛 但是同时我记得就是这半年他们也有公告提到说 管理层费用这一块 其实市场也不买账的 对 可能小米 当然了它在上市的时候 赵五叔也已经曾经披露过要为自己的管理层 为自己的员工齐全 支付大量的股份代价 但是当真正出现的时候 市场也实在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的以股份作为支付代价的一些成本 它从财务报表的角度来说 它都被定义为直接的员工的费用支出 这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米的毛利率 包括在公司刚刚上市的时候 小米为雷军个人支付大概99个亿的股份齐全 光这个对投资者的感情的伤害也挺大的 他最近又提到说 他这99要捐给那个慈善基金 对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 我觉得这是一种补救吧 但是你无论捐给其他人的基金 你还是从投资人的股份里面摊保了 那么投资人也不是为了做慈善 而投资你的股票的 所以并不能够解决这个股票的抛售意义 但是这种就是在公司上市的时候给创始人发这么高的奖励 这个激励的话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就是极少这么做 所以市场上有很多传闻 这些传闻也包括 其实他支付的这笔钱是不是用来支付 即时投资者的一些失智的对赌的协议啊 也有很多传闻就是说 即时投资者其实是不用亏钱的 他们是以年花12%的利息来获得收益的 就包括我记得当时是李嘉诚 大概投资了大概3000万嘛 我相信李超元也不会亏钱的 对所以这些机制投资者也会在抛售 然后其实在就是有在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资本市场的一些 就是市场不满上的一些行为之外 其实他在业务城的因为基本面上嘛 大家还是要去看了基本面 对对 基本面上你可以帮我聊一聊 可以啊基本面上首先你受基本面的影响 主要两个因素了 一个是外在的市场因素 一个是内在的市场竞争因素 如果从外在的因素而言 2018年下半年市场形势不是很好的 就是踏入2019年 大家也知道这个苹果减产 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一个信息 是大概在一周前吧 在CNBC 这个有一家公司的CEO叫GMM 他是专门生产这些各种各样的 除去产品的这种不沾不沾锅涂层的 他也跟市场明显的披护说 他们的销售2018年减少了30% 也就是说这一轮的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影响 所以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公司 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生产制造业 而影响的是整体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抑郁 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消费 整个每一个不同的层面都往下沉 也就是出现了全社会的消费降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米如果他想突破他的这个利润 他必须要从低端产品往高端产品拓展 但是如果是从上半年的业绩来讲 很明显是没有做到 上半年他的这个毛利率已经从5.2下降到4.8 那么所以呢就是 至少是小米面对的一个是逆水行舟吧 这是我记得当时美军在上市的时候 有过一个口号 就是说小米的利润率绝对保身不超过5% 超过了交返还给他们的用户吗 这个我绝对不认可的 就是说一家公司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利润率 你拿什么去投资到你的研发 小米有非常长的一个链条 产品链条 每一个产品链条分摊一点 开发就研发费用都不得了 那么你没有足够利润率 你怎么能够投资这个研发呢 你的产品没有办法做得好 就没有办法实行良性的循环 而苹果的利润率是全行业最高的 它占了整个的手机的半壁江山的利润率以上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它能够持续的应用这个利润 来使到它的产品持续领先 那么所以首先这个是不对的 要有足够的利润率 对所以回到你刚才说小米的手机高端手机这一块 其实因为它本身高端确实做得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在18年的时候就调整说 他们主打就要做高性价比的千元机 就是我们所谓的表司机就高性价比这一块 但其实在现在的话其实做的你看 就是华为 华为出来包括Vivo OPPO出来是有打掉它一部分 所以小米他们今年一直在喊口号说 希望未来要重新做到国内的销量第一吗 我觉得如果它是主打高性价比 它小米有些东西其实是有点吃亏的 第一个吃亏的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很紧密的供应链 这是一个吃亏的原因 没有很紧密的供应链就导致自己的在拼成本上未必有优势 也没有办法把额外的毛利反应给客户或用作研发 那么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说 其实千元机其实都是大家的主战产 所以大家一杀起来 其实你很难说谁比谁更有优势 这是第二个点 那么第三个点就是说 千元机原来的客户层也在整体的消费降级 因为做我机器不好 对这个是正常的 就是说你钱包比较紧的时候自然就会量入为初 然后其实回到这个觉得小米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这确实是它优势 他们的国际市场是做得非常好的 尤其印度市场做得特别好 对 这没错 印度市场是一个今年可以说是最亮丽的市场 我刚看到一个数据印度市场的GDP增长估计是7% 但已经超过中国了 那么印度市场做得好是小米的一个抓手 对但是最近应该是今年印度市场有一个本地的类似小米的品牌在起来了 其实小米他们也有一点谨慎开始 我觉得这个也这样讲不定到进入19年或20年 会在它产播上会有一些体现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本身印度自己的品牌 它肯定是看到市场在继续升温的话 它肯定是迎头赶上 第二点就是我在观察小米年这个招呼书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些观察 其实我发现他们的印度市场应收账款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这令我不得不怀疑 其实小米当时是不是真的把所有产品卖到印度市场 还是说只是卖给了印度市场上的品牌 就电信的运营商 而在渠道里面塞着还没有完全卖出去 但如果是没有完全卖出去的话 那你会发现影响后面的出货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流动性 小米的流动性在在2018年的上半年也大幅度下降 这个好像是速冻比例还是 这个比例是从15降到12 所以其实是应收账款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个不是一件好事 理论上如果手机是个坏销品 如果是互联网形式的销售 你不应该有应收账款 对应该可能取消 就像你说的那个可能就是很多走的是取消商 对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年 19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财报上的体现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到时候 然后其实就像你刚才也聊到了 就是掉了这一千多亿从资本生产上的一些不认可 或者它本身业务层面那些投资者的不认可 其实很好奇一个 这一千多亿到底谁跑了 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最近小米的所有的旧股东半年的禁售已经结束了 那么当然它的原始股东 就有部分的大的原始股东 它承诺延长禁售期 但是还是有大量的原始的投资人股东 包括员工获得股份的员工 也包括一些管理层 或者是包括在PE阶段接盘的一些投资者 它全部都解冻了 那么当小米当时的发售只发售了整个的市值的10%吧 那么如果是这么大比例的解冻的话 相对市场上的流通股而言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这个抛压是很自然而然的 其中这里面还包括一部分人 虽然它没有当时基石进去的 包括一些机构进去的 对吧 其实这些人其实虽然没有所谓 就是按市场规则来说是没有净售期的 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们有知道在香港资本市场 很多上个公司都会去签一个end table的协议 然后我们听说传言 就是小米这一张其实签了也是半年的经收期 对吧 这个仅是市场传闻 仅供参考 这是中环小道消息 但是是这样子 香港的股市虽然说基石投资者承担了很多的限制 但是有很多的各种渠道的市场传闻会说 这个市场其实这些基石投资者都是由大股东来保底的 那当然真伟我们不知道 没有办法知道 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就是我们就暂且这么听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往往是这些基石投资人会在市场上抛掉 反过头来问大股东获取差额 那么这个也是抛压的一部分 对 然后我觉得比如就说不只是小米 整个过去这一年香港的新经济公司上市的公司 其实状况都不是很好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值得提的一件事 首先呢大家知道 这个去年一年吧 IPO发行它的破发率 到了年底的破发率基本上达了80% 所以呢就是如果一家公司破发了 那也是很轻松平常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破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尤其最重灾区的就是所谓的独角兽公司 越独角兽越重灾区 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的本身的 它对这个市场的估值的理解 跟原来这些新经济公司定价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新经济公司的投资人 他的PE 他的原始股东 他们会认为他们跟PE对赌的入股价值是一个估值 但是对于市场投资人而言 他只是你达不到这个价值 要对PE的投资人赔钱的价值 而为什么这些新经济公司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估值底下发行呢 就是因为他受制于他的这个对赌协议 这所以就会导致的像整个去年香港IPO公司很多出现倒挂 一二级市场倒挂的现象 对对对 因为作为创始人股东而言 如果他的对赌失败 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对赌的赌回 对赌的这个补差额 都是创始人股东自己掏自己的腰包来解决的 不是上市公司买单的 所以呢从他的角度和他的利益来讲 以任何的代价都要使到自己在对赌上面不赔钱 那他不赔钱 结果投资者都赔钱 二级市场就可以买单 对对 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投资二级市场需谨慎 所以我给大家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tips 就是如果你做IPO 你看招股书 千万不要投资定价 他基本上都在赔钱 就是对赌的不赔款价格的那条线的公司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你怎么才能知道他对赌的那条线在哪里 都在武术上面 在武术上都有披露 他有说他的原始价格是多少 在什么价格会违约 什么价格需要赎回 那个赎回的价格就是他的对赌价格 对好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 对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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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